金字塔 神殿 大教堂 很多人觉得西方建筑厉害死了 但我们也有让西方人傻眼的建筑 中国七大杰作 看过就值得吹一辈子 看看明确过几个 一 世界上最大的古建筑群 北京故宫 相当于28个欧洲美权宫 就称紫禁城 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宫殿 无与伦比的古代建筑杰作 二 中国最后的大唐圣是佛光寺 近代被发现后 日本被啪啪打脸 因为他说想研究唐代木建 只能到日本 全部投拼接抗八级地震 梁思成称之中国第一国宝 三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 布达拉宫 海拔3700米 即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 被运为世界屋迹的明珠 可以俯瞰整个血域 四 万里长江第一庙 观音阁 发了几百年的洪水 年年被淹 却一点事没有 而欧洲的威尼斯 年年下沉 防止年年漏水 我们的葛建强700多岁了 修都不用修 五 中国现存最早的 悬崖木结构建筑群 悬空寺 空中悬挂1500多年 至今安然无恙 相传女娲在此炼食补天 团土造人 被运为华夏祖庙 六 中国唯一的 伊斯兰风格古塔 苏公塔 为纪念图鲁藩王 俄敏合作修建 这种砖塔是国内唯一 除此之外 只有去伊斯兰古国才能看到 七 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世界 敦煌墨高窟 长达5万平方米的壁画 从北朝到宋元 一千多年的生活场景 活灵再现 其价值完整欧洲的创世纪 敦煌文物明明属于中国 却藏在英国的最多最好 藏在法国的最近最凉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 全球最美的六个小镇 中国就占了两个 看看您去过几个 一 英特拉肯 瑞士 火车在阿尔卑斯川行 少女风向 图温湖畔 草原和雪山 每天清晨推开窗 就是童话世界 二 哈尔斯塔特 被运为天堂的明信片 高山和湖泊 把这里变成了人间天堂 远离纷争的世界 来静静地享受一份美好 三 格雷美小镇 土耳其 带上你的另一半 来一次卡帕多奇亚 当热气球与太阳一同升起 土耳其远比你想象的更浪漫 四 杨角村 荷兰 乘坐牧船穿梭在村子里 像极了爱丽丝梦游仙境的场景 每一帧风景都如同油画般的享受 五 雾园黄岭 中国 藏在你梦里的烟火人间 特有的白墙灰瓦建筑 夜晚被万家灯火点亮 记录国人的淳朴生活 六 和牧村 中国 被运为神的自留地 小条流水 催烟寥寥 卡纳斯湖从木屋旁安静流淌 与世无争 可谓真正的世外桃源 关注罗飞飞 足不出户游世界